竹山高中61周年校庭期間 西手沿河國中竹山國小美術班 與藝術家面具圖 辦理一場廉展活動 希望呈現出竹山鎮上豐厚的藝術能量 展出作品從水彩、水墨、版畫等創意、創作都有 希望讓更多民眾看見各校美術班學子的優異學習成果 竹山高中從美術班民國82年開始到現在已經第三十年 我們很高興在竹山地區 我們從小學、從國中到高中 有這個美術教育的三級的一個機制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機制 能夠讓我們竹山鎮的這個藝術的傳承 更完整、能夠一脈相承 能夠為我們蘭鐸縣、為我們竹山鎮 在未來變下更好的藝術的一個種子 那為我們南樓縣這個藝術教育 以及藝術的發揚更能夠更落實 我們看到這些孩子們的作品 真的是非常讚嘆說 他們的作品能夠畫得如此的精湛 那也可以說是我們從國小的老師一直到國中到高中 老師的教學都不僅是用心而且是非常的專業 那我們也希望說在這邊學習的孩子一路走來的學習都能夠非常的順遂 一直到竹社會也能夠繼續在自己的專業、自己的專場上來學習跟發揮 也能夠讓我們竹山發光、發亮 竹山鎮內蘊藏許多藝術家 美感的認知與學習是現代教育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竹山高中美術班就像是領頭洋藝班 為竹山鎮的藝術教育點亮一盞明燈 可以讓竹山鎮的藝術傳承更加完整 我們原來國中今年已經第二次跟竹山鎮的竹山高中來進行這個臨展的活動 這個活動對我們整個的十二年國家的教育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有牽手跟點燈的意義 牽手的部分事實上我們藉由整個竹山高中的教學團隊 然後把我們的國中端的美術教育一直延伸到國小端的美術教育 一直延伸到我們幼兒端的美術教育 一脈的透過竹山高中的牽手模式 從國小、國中到高中一直延伸到我們社會教育去 那也感謝了我們整個竹山鎮點了一盞藝術教育的明燈 讓整個竹山鎮的藝術教育的整個的模式 可以在我們這三所學校蔓延開來 所以竹山鎮非常開心的有竹山鎮的帶領 藉由這種牽手跟頂燈的方式 讓藝術教育可以擴展到我們整個的竹山鎮來 竹山高中三校連展 對於我們小學生來說是有一個引導的作用 小學生學習美術需要很大的支撐 除了學校、家長還需要社區 那這一次在竹山高中的一個展出 從十歲一直到高中畢業的這個年齡層 已經花了大概十年的一個作品 那這個展出是可以看到我們小孩子 怎麼樣的成長歷程 那很歡迎大家能夠到竹山高中來 參觀我們這次的美展 展坦當中可以看到學生以不同的創作方式 來呈現他們的學習成果 對提升在地藝術風氣有很大的幫助 整期重啟日起到12月2號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可以前往欣賞 並給予肯定 記者上欣賞 竹山正採訪報導 在! 在! 給予肯定